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5月2日,NBA常规赛,结束了一场焦点对话。 快船和绝晶的对决,已经落下了帷幕。 最终洛杉矶快船主场,104比110,爆冷输给绝晶。 全场约激起一己之力,打爆快船,17头9中狂砍30分, 14篮板7主攻,无愧于MVP最大热门,小波特,25加7加5。 快船这边火线归来的,当代乔丹莱昂纳德12,头7中效率惊人, 拿到了16分5篮板6主攻,但是出手数太少了,而且没有罚球。 乔治21头5中指,拿到了20分7篮板2主攻,正在疯狂打铁, 龙多也拿到了18加5加5,考星斯16分。 而事实上快船,输掉这场比赛,反而是个好消息。 或者说他们是故意,想要让绝晶拿下胜利。 因为只有绝晶赢球,快船才能够成功地避开他们,最害怕的敌人胡人。 莱昂纳德也才能够,在第一轮避开詹姆斯。 其实某种程度上,这场对决,确实是绝晶和快船之间的,西区巅峰对话卡位战。 快船在打这场比赛之前,43胜21负,而绝晶队,42胜21负。 少赛一场落后快船,0.5个胜场。 那么,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如果说快船赢球的话,这个第三的位置,基本上就稳了。 毕竟是双方的,直接对话,你要是拿下对手。 双方正面对决的交手记录,跟排名也是有很大关系的。 但是,如果说快船输了的话,将会直接让绝晶一路冲到第三。 现在西部前四的队伍,和后面的队伍,有6场以上的正常差距。 他们是不需要担心,再被对方抄上来的。 就在这场比赛,开始之前,随着达拉斯,独行侠击败奇才。 他们本赛季的战绩,已经来到了,36胜27负,和胡人完全相同。 同时重点是,独行侠本赛季交手记录方面,2比1领先胡人。 所以他们已经冲到了第五位,联盟第一人勒布朗·詹姆斯,则是只排在了第六位。 他和他的胡人,排名岌岌可危。 那么一看现在,胡人已经跌到第六了。 而且局势,对于胡人很不利,因为由于,交手战绩方面的原因。 哪怕是独行侠,和胡人一起赢,胡人也只能排在第六。 他们想再追到第五,现在只能指望,对方犯错了。 因此主动拳,已经不在詹黄和他的球队手中了。 只要独行侠,不犯错,胡人很可能最终,只能够屈居第六的位置。 那么,在这样的情况下,快船如果想要躲开胡人的话,就必须离开,西部第三的位置了。 所以今天和绝经的这场球,显得异常重要。 没想到,他们居然真的成功地,躲开了詹黄胡人。 跌到第四之后,反而避开了,这个最害怕的对手。 迎来了重大利好。 虽然说莱昂纳德,和詹姆斯直接对话。 可能小卡,并不会害怕詹黄。 但是你也得承认,面对胡人,尤其是他们,作为当今联盟内线优势,最强最恐怖的队伍,可以直击快船的,死穴和软肋。 快船根本没有人,能够和农眉哥戴维斯对位。 也没有人,能够防住詹姆斯。 小卡和他,顶多是互报。 所以快船肯定是想要尽量的,在西部决赛之前,躲开詹姆斯和胡人的。 上半区的球队,谁敢和胡人打第一轮。 谁都会被詹黄,直接被一轮游打回家。 因此这场比赛,就非常重要和关键了。 随着快船输球,他们成功躲开了三小时前,刚刚跌到西部第六的,勒布朗和胡人。 这反而是个好消息,洛成德比,可能不会首轮上演了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